今天晚上7点35分,在士林信中里平交道,一辆大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三路车,载了30多名乘客,和7点33分从原山站开到淡水的7654货运列车相撞。 据阳明山警察所的初步调查,客车上的乘客有28个人受到轻重伤,4个人死亡,目前还有一位乘客压在机车头下面等待救援。 受伤的乘客在车祸发生以后,立刻被送到马街、荣明、台大、美国海军医院、姓林和同庆等医院急救。 台湾省警务处长兼台北市警察局长罗阳边和台湾省铁路局局长陈素希,在车祸发生以后,也立刻赶到现场指挥救助伤患的工作。 客车和火车相撞以后,火车四节车厢出轨,汽车头翻覆,压在大南客车的尾部上面,车祸现场凌乱不堪,客车被撞得支离破碎,现场惨不忍睹。 据警方调查,客车是由林善计驾驶,货运列车由张德胜驾驶,车祸发生的原因,现在正由杨明山警察所,汇同铁路局等有关单位联合调查中。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